好的 现在是第二天 我们这个神秘的礼物终于出现了 这是活蹦乱跳的小虾 这个虾叫做黑壳虾 从成都刚刚发过来的 哇 这个水温温度好凉啊 可能是因为夏天的缘故 这个店家把这个温度调低 我们是刚刚在两分钟之前 收到这样一个快递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让它先在这个水里面泡在这里 然后让它静静的过上一段时间 直到它袋子里面水的温度 跟外面的这个鱼缸里水的温度呢 达到一致 之后我们才慢慢慢慢的 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 过大概两个小时之后 等温度一致了 我们再开始把它放归这个鱼缸里 好的 现在时间过去了两个小时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虾呢 也逐渐的恢复了活力 像这种肤色发白的 这种是挂了的 但是挂了的比例不是特别高 这些虾呢 现在都聚在最下面 它们现在非常想出来 但是呢 如果我现在把它剪开的话 里面这些这个塑料绳 也会一起飘到这个鱼缸里面 就会不容易清除 所以呢 我准备采取这样一个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泡沫箱 就是刚才随快递一起来的 包装的泡沫箱 然后呢 我先往这个泡沫箱里面呢 加一些现在鱼缸里面的这个水 为什么要加一点这个水呢 这是因为呢 我想让这个虾能够更好的 适应这个鱼缸里的水的水质 因为这个水它肯定是跟 它现在的这个塑料袋里面的水 是不一样的 这种看上去就像清水 但是我这个水里面呢 肯定会有一些这个藻类 或者浮游生物 同时呢 因为有椰康 它颜色也会浅一点 我估计应该也有椰康的味道啊 好的 我现在把它这个打开 我尽可能的把这个口开大一点 这样的话倒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倒出来 我的倒的方法呢 其实是这样的 就让它缓缓的流出来 而不是从上往下这样 很大力的把它倒出来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小心一点 把这一团这个塑料绳给拿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虾 它现在是非常有活力 看来它对这个新疆 还是比较充满期待的 不知道这个虾能够长多大 如果能长个大概5到10公分 就可以拿来吃了 然后周末烤虾 皮绝烤虾 现在是下午 我们看看这个虾 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基本都是活的 我们现在要把这些虾 放到这个鱼缸里面了 不要这么懒 给点面子啊 各位 先开拍视频 这样好一点 跑了 开始往这边跑了 快走啊 兄弟们 兄弟们穿了 不觉得 我的灯 我的灯 好的 那么这个虾现在已经 到这个鱼缸里了 让我们 今天我们的工作先到这里 过两天再来继续搞 好的 现在这个养这个黑壳虾 有大概4-5天的时间了 前几天呢 每天都有这个虾阵亡 这个黑壳虾之所以死亡呢 我觉得可能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旅途的颠簸 因为有一些虾 它当天就死了 但是后来呢 有一些死的原因 可能有以下几个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 我没有给它进行喂食 就是说没有准备虾的饲料 这些虾很可能是 有一部分是活生生的饿死的 然后第二点是因为这个水呢 相对来讲 不像这个自然的河水里面 它有很多的这种枣类 而这个黑壳虾 本身是要吃这些枣类的 所以呢 在早上的时候 会看到这个黑壳虾 它会趴在这个鱼缸的壁上 然后就是用它的爪子 在那里进食 吃这个鱼缸壁上的绿色的青柴 所以我觉得这个黑壳虾呢 最好呢 是把这个水 养大概一个月之后 水草长好了 同时呢 也有一部分枣类产生了 这个时候这个黑壳虾呢 就有东西吃了 你放进去之后 喂的少一点 不怕 那么我呢 在发现了它这个死亡的这个之后呢 就抓紧给它准备了一些饲料 这个饲料在这个罐罐里 给大家看一下 我给它这个饲料呢 其实是兔子的饲料啊 之前养兔子剩下的饲料 不过我发现它们也爱吃 目前来看呢 就是这个虾吃饱了之后 它油的频率也多了一点 只是在下午的时候 我感觉它们更多的 还是不是很爱动 但是在早上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它油来油去 很好看的 而上面的这个浮屏呢 现在它的生长速度非常的快 特别是加上补光灯之后 基本上每隔三天吧 我都要做一次 做一次清扫 就是要把它这个 太多的浮屏给清出去 不然的话太多的话 会盖满整个这个水面 同时呢 我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因为这个水草呢 它比较黄 感觉比较缺营养 所以呢 我就往里面加了一些 这个无土栽培用的营养液 具体的操作方法 其实就是很简单 就按照上面的说明了 我呢 就是说把这个量 稍微的减少了一些 就是大概就是加了半瓶盖 半瓶盖的这个A 还有半瓶盖的这个B 我们加完这个营养液之后 过一段时间 再看看这个水草 会不会长得更好 这个是在网上买的一个 比较便宜的一个温度计 那么就是把它的这个探头 放到水里面之后 就可以显示出里面的温度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26.4度 现在还OK 但是千万千万不要超过35度 再往上的话 这个水草生长 就会不行了 我现在呢 就是把这个 水温计 把它放在这个窗台上 就可以很直观地看到 它现在的这个温度 如果温度过高的话 就说明有问题了 我现在就会看到 这个温度 我现在就会看到 这个温度 我现在就会看到